听起来就像我们的科幻电影 Ready Player One 这样 也有点像动画或者小说的刀剑神秘 我可以一个账号身份去到不同的游戏去玩 但是最大的差别就是真的脱离了 他们要有营运商和伺服器 大家都可以在里面生活 而且比起游戏来说 我可以在里面办公有些经济 有些实际的生产力 如果是条件好 我可以在虚拟设计里面去做实验 可能可以去内部里面 可以帮别人做编程 等等的创作等等 整个情况都很美满理想 因为我都知道 并不是每个市民现在对VR的应用都很普及 不是每个家都会自己买一些投电 Haren 可以介绍一下 其实距离元宇宙 我们家的VR、AR这些应用的情况 其实是怎样 会不会同 宇宙可能 未必是好像Facebook老板那样说 我们用5-10年就真的可以达到这个世界 是的 其实VR和AR目前的现状是这样 我先讲VR VR在目前最大的用处还是应用在游戏领域 其次是培训领域 在游戏中 现在已经有一款爆款的游戏 Be Saber 它的营收已经超过了1亿美元 然后也有超过50款以上的游戏的营收 已经超过了百万美元 所以现在尤其是Oculus的游戏生态 是做的非常好的在VR这一块 然后在国内我们也涌现了一些比较好的VR游戏 但是国内的游戏生态目前来讲 没有国际上面发展的那么好 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个是制约于硬件 一个是国内的社交的大厂入局比较版 因为我们知道字节跳动 也就是TikTok和抖音的股公司 在今年的下半年才收购了国内最大的硬件厂商Pico 花了80亿美元 所以说这会给行业带来一个极大的推动 会促进行业内游戏 还有其他VR内容的一个产出 那讲到培训这一块的话 其实国内和国际上做的都蛮好的 尤其是在比如说一些工业培训 在一些医疗培训 还有一些这个教育领域 都有非常多的定制化的软件去帮助 无论是工厂去培训工人 帮助这个学生去学习一些技能 还是说教一些这个医生去做一些比较危险的手术 在这方面的应用 是VR也体现出了它自己应该有的价值 因为VR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它的虚拟就是令到真实的危险性可以降低 尤其是在培训的时候 我们在消防、工业安全 工人可能会体验到你做错的危险性 但是对真实的身体是没那么大影响的 在这些培训教育上面 其实已经很早有几年前有这些应用 就是上网看新闻 包括国内的一些警察 或者一些保安部队 甚至是外国的连军人 他们都可能会透过VR来去进行一些军事的训练 工厂机器操作、开飞机、做手术等等 都会有 刚才提到的Oculus 现在是Oculus Quest 2 其实都是Facebook公司的产品 如果有用过的话 大家会觉得价钱是相对便宜的 还有有很多的游戏内容 但其实我们特别提到就是将来我们是在社交那一块的内容 如果大家有玩过Beat Saber 就会知道 很多人可以在同一个空间去玩 但其实在游戏的过程都是独自的 反而有些大家可以透过一个VR世界去做一些社交的话 会有一些VRTrek、Hawizon等类型的软件 你们公司都有出过类似的产品 这个我们在科学馆之后的展厅 大家可以体验到5G加上VR用一个社交的玩法 透露一下大家可以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面 大家一起在电影院看电影 可以做一些小游戏 当然聊天 这些都可以有的 这个其实已经是很提前了 将一些元宇宙的场景应用出来 只不过在实体的形象上 就没有Facebook老板描述军事 整个人的状态是很完整很真实 或者一些小的面部表情 我们暂时的照片都没有 但我相信将来是不是就可以越来越好呢 我觉得可以确定一点 是明年Oculus会出一款头显 它不是Quest 3 它会是Quest Pro 然后据现在泄露的一些消息来讲的话 它有面部识别 它有动眼追踪 然后也有你肢体的动作的捕捉 所以说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明年我们在Oculus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 当你是一个虚拟人的化身的时候 你是可以看到自己的眼部的动作 还有这个嘴部的动作 还有你自己肢体的自然的这种表达都会有 所以会来得很快 而且它会比Quest 2要来得更轻薄 大家真的非常之好的期待 我们进入虚拟世界的真实感又再加强了 因为对于以前来讲 我们要捕捉面部表情 就可能好像一些特色电影 可能要在面部有很多点 或者要来练舞等等 还有我们一般的概念 可能很多人都停留在 我们玩VR路一定要有两个手柄手制 其实很多手指的动作等等 未必会那么细致 还有眼球追踪这个东西 没有记错 HTC上一代已经有一些了 那我们就加上有面部表情的话 我们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就不会这么死板了 对对对是的 HTC和Oculus Quest 区别在于HTC的话 更多走的是2B企业端的路线 然后Oculus Quest 是真正做到了消费级的产品2C 而且它的价格会随着它不断的迭代会越来越低 然后这样我们才有足够数量的用户去参与到 元宇宙参与到VR的世界里面 从而产生更多的创作者